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专业学习的人会显得高级一些 蒋欣对自己是河南艺术职业学院出身有些介意 自卑中掺杂着些许不甘 聊到这些的时候 她双眉紧皱 眉眼间透出少见的忧伤 演惯了明艳性感角色的蒋欣 其实现实中的她不惜以性感示人 也时常自嘲 我在女演员中算是最胖的 蒋欣在自卑与自负中来回挣扎 她演的角色身上拥有相似的气质 可怜可恨又可悲 不管是华飞 樊盛美还是田雨兰 都是那些不讨喜的角色 她们的存在不过是为了衬托女主角的体面美好 不费气力的高贵 可她们身上那种狼狈又卑贱的普通人底色 在蒋欣的演绎下 总会让观众产生复杂的共情心 虽不体面却无比真实 旁人看华飞觉得她可恨 蒋欣第一次看华飞 就觉得这是个可怜人 只有她是真的爱皇上的 难道你们没有看到这份爱吗 《甄嬛传》中 华飞一生爱的执着 却是自己心爱之人巩固江山的一枚棋子 那欢迎香被她视为自己专宠的标志 殊不知会成为压死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被皇上刺死那一场戏 蒋欣用尽所有力气与心力 剧组的工作人员都在布景 她摘掉所有的华柜头饰 身着素衣 静静地一个人坐在 七清冷宫最阴暗的角落 蒋欣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入戏 她在那短暂的时间里 体会着华飞 濒临死亡的孤独与恐惧 还有对皇上的怨恨与最后的期待 她在只有一个人的屋子里泪流满面 蒋欣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哭 在得知真相后 皇上你害得施兰好苦啊 让年施兰这个悲剧人物的绝望 在临死前达到顶点 生死历劫地喊完这句话 她重重地撞在墙上 死得惨烈 毫不留恋 那是决绝的痛苦 华飞的血肉骨 是由蒋欣自己去填满的 观众在那一刻终于感知到 华飞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可怜人 死的那一刻 她不是华飞 而是年施兰 甄嬛传杀青那天 蒋欣拖着行李箱 离开了华飞生活过的地方 那天北京是阴霾天 成团的乌云纠缠在一起 仿佛是浓稠的痛苦 她不敢回头 就这样无声与年施兰告别 近日 有蒋欣白白和佟大为主演的情感剧 《我们的婚姻》正在热映 剧中所折射出的当代两性关系 引发观众的讨论 譬如女强男弱 蒋欣本次饰演的佟思佳 是一位叱咋风云的职场女性 充满野心 一头干练短发 配上深红色的口红 将强势写在脸上 她从樊胜美成功蜕变为董思佳 这个人物是有两面的 在工作中是女强人 自信严格 回到家后 面对老公与孩子 她温柔妥贴 蒋欣将董思佳刻画得饱满有力 除了精湛的演技 蒋欣的身材 也一度成为网友们讨论的重点 穿上职业装的她 稍显魁梧 与精致的小脸对比明显 但那又怎样呢 白右兽从来就不是定义女演员的标准 一位好演员并不是全身上下香了金鞭 哭得漂亮 永远精致 才能得到大众的尊重 演了这么多年戏的蒋欣 其实是个童星 她从小就展露出演员的天赋 三岁那年就开始模仿 电视剧里的刘晓庆 演得有模有样 当时她的妈妈正在厨房做饭 就听见女儿在外屋一直哭 嘴里还喊着 妈妈不要走不要走 蒋欣母亲吓得不得了 从厨房跑出来后问哭什么呢 她不好意思地说 我在演戏呢 再从兰州去往郑州的绿皮火车上 蒋欣在车厢里载个载物 可招人稀罕 短暂的童年时期 她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这孩子很灵 身为童星的蒋欣 一直在体会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 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跟随父母一起去了兰州 后来又到了郑州 1991年 年仅八岁的蒋欣 出演了自己人生中的首部电视剧 《坠子皇后》 她在剧中扮演童年时期的乔清秀 最后又参演了几部作品 被称为《河南同兴》 她不满足于 只在河南这片土地上发光发热 从河南职业学院毕业后的蒋欣 想要考中系 中央戏剧学院对我来说 是艺术的殿堂 那儿的演员和别的演员不一样 是镀了金的 很遗憾 她考中系三次落选 从小到大被认为 灵气十足的蒋欣受尽打击 中系梦碎后 骄傲的蒋欣变得自卑 她与父母一同回到老家 那段日子不太好过 她感到无所事事 一段思想斗争后 她决定北漂 父母同意了 也愿意陪女儿 一同到北京寻找表演梦 自小有足够安全感的蒋欣 没有过多体会 北漂追梦者的心酸 她也从不愿去渲染 那段跑剧组的日子 只是 自卑感 时常会向她袭来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不是科班出身的 周而复始 这样的对话越来越多 蒋欣坐在角落里 愤懑不已 她的父亲拿着女儿的简历 与照片到处跑剧组 找人介绍 不是学院派 也不是北京人的她 一直在为自己找寻机会 非科班出身的蒋欣不断碰壁 直到2003年 她出演了张继中版的 《天龙八部》中的《慕婉清》 一洗黑衣配黑纱蒙面 眼里满是柔情 脸蒙黑纱也挡不住 清秀温婉的气质 有网友称 《天龙八部》中的《慕婉清》 是蒋欣的颜值巅峰 随着该剧的热播 20岁的蒋欣开始在演艺圈 展露头角 再去剧组的时候 不会再有人问 她哪个学校毕业的 是否科班出身这种问题了 这给她的内心带来 极大的快感 这之后 《仙剑奇侠传》中的女婉 欢天喜地 《七仙女》中的绿儿 《威情杜鹃》中的陆小娜 无外乎 那都是一些配角 她也没有红过 蒋欣珍惜每一个得到的角色 戏份不多也用心诠释 用最大的热情对待 改变发生在《甄嬛传》 2011年 28岁的蒋欣出演了 自己人生中最著名的一个角色 华飞 那句 见人就是矫情 火到出圈 其实华飞这个角色 是蒋欣自己 从导演郑小龙那里争取来的 最初让她试的是曹贵人一角 剧组找来一个演员 帮她搭华飞的戏 蒋欣直言那位演员演得不对 将华飞的盛气凌人 表现得过于脸谱化 她向导演郑小龙毛遂自见 要演华飞 郑小龙觉得她不够嚣张跋扈 蒋欣说 你看我演一段 再做判断 郑小龙决定让她试一试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蒋欣立马进入角色 哭哭哭就知道哭 这一嗓子 让当时还在低头写东西的 郑小龙一哆嗦 立马抬起头来 看着面前的这位演员 试戏结束后 蒋欣没多想就走了 她心里从不奢求 能演华飞这么重的角色 能出演这部戏就很知足了 第二天 蒋欣接到了郑小龙的电话 定她为华飞的扮演者 她喜极而泣 华飞本名年是蓝 家是显赫 人也生得美艳 就连看了无数宫中 俏美人的方若姑姑都称华飞 满猛八旗不及她奉一万千 华飞娘家强大 她在后宫长有协理六宫之权 地位仅次于皇后 因而恃宠而骄 跋扈不已 皇上雍正寄托于年庚瑶 为自己的江山出生入死 所以她必须要宠爱包容华飞 她自认为自己在皇上心中地位最高 却不知 那看似招式着专宠的欢宜香 其实是让自己终生不能怀孕的戾气 华飞是凄惨的 她一心一意爱着皇上 为她的喜而喜 为她的悲而悲 最后却成为皇权与年加抗衡的牺牲品 蒋新自始至终都将她视为一个可怜人 她认为 华飞固然可恨 但那从不是全部 蒋新将自己视为载体 赋予角色不同的理解与展现 那场甄嬛被封为晚贵人 皇上赐汤权公墓玉世寝 华飞等待皇上无果的戏 也是蒋新自己设计的 她与导演郑小龙商量 将这场戏从室内拉到院子里 华飞身着一席亮紫色睡衣 依靠在易坤宫的门边 望着月亮等待心爱之人 但是等不到 她对着皎洁的月光说出心事 皇上终究宠幸她了 于智峰为贵人 还赐汤权 拿她当杨贵妃宠着吗 皇上的心意 谁又能猜得通 华飞脸上流下的几行眼泪 是对皇上的爱 也是对甄嬛的恨 在《甄嬛传》中 嚣张跋扈的华飞 在蒋新的演绎下 多了些悲情色彩 她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女人 在冷宫临死前 她对着痛恨已久的甄嬛 自顾自地回忆起 刚入王府的情景 你这个贱人知道什么 记得我那一年刚刚入王府 就封了侧附近 成了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女人 王府里那么多女人 个个都怕她 就我不怕她 她常常带着我去侧马 去打猎 她说她只喜欢我一个人 可是王府里的女人真多 多得让我生气 她今天塑在这个窃室那里 明天又塑在那个附近那里 我就这样等啊 等啊 等得天都亮了 她还是没来我这 你试过 从天黑等到天亮的滋味 在甄嬛告诉她 换一项的真相后 华妃大喊出了那句 皇上 你害得施兰好苦啊 决绝地撞到了墙上 随着一声巨响 她的鲜血流了一地 死得惨烈可怜 在蒋新的演绎下 华妃成了紫禁城 最可怜的女人 她最凄惨的在于 对皇上付出了全部真心 最后在死前才得知 自己的爱情 不过是一场政治阴谋 郑小龙 由衷地肯定蒋新 她是一个很有爆发力的演员 越是有难度的时候 她演得越好 华妃这一反派角色 让蒋新在28岁这年 红到发子 带给她的 不但是世俗意义上的名与力 还有她丢失已久的自信 那是蒋新在意的自信 与被认可 这些年除了华妃 蒋新同样知名的一个角色 是欢乐送中的樊胜美 虚荣与善良 在这个人物身上挣扎 那种被原生家庭压榨 重男轻女家庭下 被压迫得无助于委屈 在蒋新流泪苦笑的演绎下 令人心疼 在后来的采访中 蒋新表示 自己看完剧本后 最喜欢的角色是曲潇潇 因为在性格上与自己相似 但是没想到导演 让自己演樊胜美 在蒋新看来 樊胜美是一个 出力不讨好的角色 演起来非常难把握 而且她是自己 不太喜欢的那一类人 不上进 永远想要保住眼前的利益 不过后来 樊胜美开始发生改变 人生也有了大起大落的戏 蒋新开始同情 这个从小城市走出来 想要在上海 这个没有归属感的大城市 立足的女孩 她想到 自己多年前来到北京 成为北漂的那段日子 只是自己比较幸运 樊胜美是 欢乐送五美中 最不好诠释的一个角色 她看起来是一个 败金虚荣的 绞尽脑汁 想要嫁入豪门的凤凰女 另一方面 她又是不断地 被原生家庭压榨的 可怜小镇女儿 樊胜美对自己父母 孝顺的方式 其实是一种余孝 重男轻女的一家人 往死里压榨她 而过度的无底线的孝顺 是一种放纵 只会让自己更难做 蒋新从不担心 演这样讨人贤角色 会被观众不接受 或者谩骂 很多人会在 樊胜美的身上 看到自己的影子 她太多面画了 蒋新在用自己的方式 塑造樊胜美 那段堪称名场面的戏 发生在她所有看起来 体面的一切被揭开 朋友们与她回南通老家 处理完家里的事情后 再回上海的路上 樊胜美独自走到江边 大吼了几声 发泄心中积攒多年的委屈 眼泪中夹杂着痛苦 我也想有光鲜亮丽的外表 希望像曲潇潇 像安迪一样 穿好看的衣服 背名牌的包包 可是不行 我没有钱 我努力地想去挣钱 想拥有一席之地 想有一个上海户口 可是怎么可能有 那长达四分钟的独白 肃尽了自己多年来 原生家庭 带给自己的苦楚 心酸与不甘 其实 这段戏是蒋欣自己要求加的 她觉得樊胜美 在压抑这么久之后 需要有这样一段独白 导演同意了 令她感到意外的是 蒋欣没有提前准备台词 所有的台词 都是她临场发挥 并一遍过自然流畅 我当时告诉自己 这段独白的词 我不要写下来 不要去记 我就要临场的 我要站在樊胜美的角度 去感受 把她所有的难过与心酸 全部一股脑地掏出来 完成她的一个告白 这场戏 转足了观众的眼泪 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蒋欣让樊胜美这个角色 立体生动起来 同为欢乐诵演员 安迪的扮演者刘涛说 蒋欣的演技比我好 这是实话 蒋欣仿佛总是擅长演一些 让人感到可怜又可恨的角色 甄嬛传中的华飞 欢乐诵中的樊胜美 折服四年后 她又成为小舍得礼的田宇兰 那是2021年 蒋欣饰演的田宇兰 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焦虑师 内卷父母 将自己的各种希望 都寄托于孩子身上 看得令人窒息 她给儿子严子忧 报了各种辅导班 与学习无关的事情 全部让碰 甚至让孩子当众被圆周率 可谓是步步紧逼 原本爱笑的孩子 被妈妈逼得意欲崩溃 开家长会时 严子忧拿着话筒 站在所有家长 与同学面前生泪俱下 我觉得我的妈妈 爱的不是我 而是考满分的我 如果将来我有了小孩 我绝对不会逼她 去上辅导班 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田宇兰自己的生活 并不如意 三岁就开始 跟随母亲四处漂泊 没有什么文化 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 结了婚 老公什么都不管 还要与公婆斗智斗勇 她必须要奋力争强 才能来平息 自己的匮乏感与自卑 这个角色充满争议 又立体丰富 忍辱负重 又让人感到心疼 不管是田宇兰 华妃 还是樊盛美 那都是些不讨喜的角色 她们的存在 不过是为了 衬托女主角的 体面美好 不费气力的高贵 可她们身上那种 狼狈又卑贱的 普通人底色 在蒋新的演绎下 总会让观众 产生复杂的共情心 虽不体面 却无比真实 蒋新今年38岁了 她说自己的梦 就是演一辈子戏 做一辈子演员 如果未来年龄到了 妈妈奶奶姥姥都可以演 她曾经感慨 我不算一个学院派 也不算一个北京人 做了那么多年的北漂 从名不见经传 到成为算是大家口中的好演员 我能做的就是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最美的那一面 做我自己的后台 在追求八面玲珑 处世圆滑的娱乐圈 蒋新能混到现在实属难得 她不愿客套 过于耿直 甚至直接撕开圈中的 肮脏现象 她直言 自己拒绝潜规则 曾讲过自己 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那是2007年 她去剧组探班 看见很多女演员的资料 像筛一样堆放在 导演的工作台上 让她联想到一个词 货品 没一会儿 她就听到副导演 指着一堆照片中的 其中一张 用颇为轻浮的语气 对导演说 嘿 这妞儿不错 蒋新当时觉得特别受容 她在采访中表示 如果当时那位导演 拿的是自己的照片 说这话 她一定会过去 给她一巴掌 我一直都在想 自己要是可以 在这个圈子里 继续混下去 我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站出来说话 就是提醒一下 这些不道德的人 你们在毁这个圈子 毁这个社会 身处复杂的娱乐圈 如此耿直 敢讲真话的人很少 可是蒋新还是果敢地 揭开了这个圈子 一些肮脏现象的底库 好友韩红曾说 没有人敢前规则蒋新 因为她会抽你一大嘴巴 这是性格使然 也是以身涉险 蒋新称 自己除了身材 学不会所谓的圆滑 她要做自己的后台 网上有人评价蒋新 带着烟火气的世俗的美 接地气没有什么不好 演惯了明艳性感角色的蒋新 其实现实中的她 不惜以性感示人 也时常自嘲 她说 我在女演员中 算是最胖的 蒋新直言 已经不是很在意 自己的身材了 只要戏好 没必要去虐待自己 不过 她还在意一件事情 中央戏剧学院 她还是想考到中戏 蒋新曾在十几岁时 幻想过中戏的模样 那是中国式的传统建筑 学表演的学生 在清晨会在草坪上练戏 文化氛围浓厚 在中戏经过专业学习的人 会显得高级一些 她对于自己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的 出身有些介意 自卑中掺杂着些许不甘 聊到这些的时候 她双眉紧皱 眉眼间透出少见的忧伤 蒋新在自卑与自负中 来回挣扎 38岁的她 如今寄托于等结婚生子后 再去中戏感受那缺失的一角 1991年 影视剧《坠子皇后》开拍 八岁的蒋新在剧中 扮演童年时期的乔清秀 那是她的迎瓶处女作 有一场戏 是她在白茫茫的大雪中跪着 蒋新在那雪中一跪就是半天 没有半句越言 只要导演不喊停 她坚决不起身 那珠红色的嘴唇冻得发紫 深冬极寒 那片片白色雪花 被蒋新瘦小的身体跪在地上 在零下20度的室外 雪花变成冰 中午开工吃饭时 工作人员和蒋新的妈妈 发现孩子挺厚的棉裤 全部湿透了 小膝盖凉得如同冰块 导演又心疼又欣慰 你吃得了演员这碗饭 蒋新 灵得很 就让那场大雪继续下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了 明天让我们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